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这几天呢 看了一个视频 东北内嘎的呢 有一个学校 学生会查寝室 里边那些女生呢 各个榜大妖园 虎视蓝蓝 说话也特别不客气 我随手呢 就发公司群里了 没想到呢 公司小伙伴讨论特别热烈 其中有几个人呢 跟我说 他们怎么跟过去的女官一样 腰五喝六 我一看呢 就乐了 这几个女的充其量是狗腿子 比过去的女官差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那这女官是什么 她们又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咱聊聊这事 先说这女官是什么 女官啊 是一帮给皇家服务 有官职品级的高级宫女 最早呢 可以追溯到周朝 周里中呢 就有关于女官的记录 那会儿的女官呢 主要是负责 指挥宫女 伺候王后和其他嫔妃的起居饮食 还要给其他宫女上课 教她们宫中礼仪 而且呢 像是王室的典礼祭祀婚丧嫁娶什么的 都归女官负责 别看不起这会儿的女官 她们权力大着呢 听过我讲大清王朝的小伙伴都知道 清朝的时候啊 嫔妃能不能侍寝 完全皇后说了算 周朝那会儿妃子侍寝都是女官安排的 王后都得让她们三分 一般妃嫔就更不用说了 名义上呢 您是主子 女官得伺候着 但是见了女官都客客气气的 万一得罪她们肯定得不到大王的宠幸 权力这么大 品级呢 自然也不低 当时她们的级别自上而下有七个级别 分别叫九贫 侍妇 女驻 女驻 内私服 逢人 地位最高的九贫 侍妇 女驭 这三种女官都是有爵位的 没有爵位的这几位 也比一般的宫女待遇高太多了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 上至周天子 下至诸侯国都有女官 不过随着秦一统一六国 女官这个词呢消失了 一直到两汉时期 史书中都没有关于女官的记录 不过可以从一些知言片语中知道 这个时候是有女官的 比如后汉书陈帆传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郑峰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 郑峰等人和赵夫人的女尚书们 一起扰乱天下 这里的女尚书就是女官 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女政治家叫冯辽 这个人呢就是女官 汉武帝太初四年 公元前101年 他跟随公主刘解忧到乌孙国和亲 和当地人呢关系搞得特别好 还代表汉朝出访了西域很多国家 曾经协助汉朝平息乌孙国的内乱 让汉朝呢能够更好的控制乌孙国 因为他的功绩 颁故评价他的时候呢 都尊他为冯夫人 北魏孝文帝拓跋红 在周里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 女官制度和女官工作手册 把女官的品阶和前朝官员的品阶一一对应起来 最高等级的女官叫内思 在后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除了皇后的吩咐谁也不用听 平时的工作也都是陪皇后待着 负责皇后的起居 也帮着处理后宫事务 顺便说一下 皇帝身边也有专门伺候的女官的 叫做御室纵二品 官职比内思低一点 这点也说明了 中国古代后宫是皇后说了算 皇帝的话没那么好使 看来咱们国家男人普遍七块岩 也有传统 女官地位这么高 难免会对皇帝产生威胁 唐中宗的时候就出现过女官干政的情况 中宗离显的闺女安乐公主 仗着老爹老妈的宠爱 自封皇太女 公开卖官欲绝 当时民间有个说法 叫王后宰相多出奇门 这就是著名的协封官事件 公主公开这么干也就罢了 她手底下两个女官上宫柴氏和贺楼氏 也跟着一起干 干得比公主还过分 明码标价 价高者得 就差公开竞标会了 每年卖官四次 一次好几千人 一年下来唐王朝就多了好几万官员 玄宗李隆基上台之后 为了杜绝女官干政 重新制定女官制度 新制度中规定 女官地位还是跟前庭对应 但是品阶渐低 最高等级的女官上宫 品阶只有整无品 其他女官的地位就更低 很难对皇帝构成威胁 女官制度被完善 之后的宋元两朝 基本上就沿用了这套制度 到了明朝初期 朱元璋对这套女官制度非常满意 他觉得女官的存在可以制约后非势力 防止外戚乱政 不过到了儿子朱棣当皇上 女官制度就开始渐渐衰败 原因是朱棣更信任宦官 觉得宫中的杂事交给宦官就可以了 于是朱棣开始大量招聘宦官 没几年就把皇宫里的太监 由三千扩充到了十万 至于女官 因为是组制没有撤销 只是不让他们负责具体工作 所以女官制度基本上就名存实亡 到了清朝皇家事务统一由内务府负责 就更没有必要设置女官了 所以有清一代没有专职的女官 不过女官这个词呢 倒是没有消失 当时有不少八旗女子在宫里干活 还有一些比较得宠的妃子 这帮人在后宫呢 帮着管了事 清政府把他们统称为女官 比如说慈禧太后身边的龙玉皇后 锦妃德陵龙玲姐妹八个 就叫做玉前八女官 当然了这个时候的女官呢就只剩一个名了 聊了这么多女官的演变 咱们再说说呢怎么当女官 一般来说啊 想当女官主要两种方式 宫中提拔民间争选 宫中选拔好理解 一个宫女干的比较出色 就有机会呢被提拔成女官 工资待遇会有很大的提高 民间争选啊就有点复杂 过去皇帝除了选秀 还要选女官 地方官呢把一些女人送进宫中参选 因为不是选妃子所以呢对外貌的要求不那么高 别把皇上吓一根头就行 但是同样不能有丈夫 至于是未婚还是丧偶离异 那无所谓 朱元璋就曾经多次征召那些守寡的女人入宫当女官 毕竟呢这些女人结过婚 相比那些黄花大闺女更加成熟稳重 而且能守寡多年说明她们的品德没问题 管理宫女的时候呢还能给她们上课洗脑 最受欢迎的就是那些有才华的女子 你像是唐朝著名的女官宋洛昭 吴姐妹才华横溢 全唐诗里收录了她们好几首诗 就是因为她们才华出众 所以才被征召入宫 有人就问了 这太监在宫里一干就是一辈子 女官也是吗 他们的结局都怎么样呢 首先说啊朝廷是不会让女官干一辈子的 唐朝有规定一个女官在皇宫干满三年 就可以申请出宫 干了五年如果皇帝没把你睡了 朝廷就不留你了 报销这个返程机票回家该干嘛干嘛 这个工作年限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才有变化 之前咱们说永乐皇帝朱棣重用宦官 对女官不那么重视 自然懒得频繁从民间选人入宫 干脆增长女官的工作时间 把五年工作时间呢延长到了十年 不过一般来说到了年线 女官也就被放回家了 不过也有例外 明孝宗在位的时候啊 有个女官叫沈琼莲 十三岁因为文采出众进宫当女官 这个孝宗皇帝很欣赏沈琼莲的才华 被封为女学士 孝宗不尽女色 除了皇后谁也不碰 对沈琼莲呢也就是单纯的欣赏才华 不过也就是因为他太有才华了 一直没有放他出宫 他就这样在宫里干了一辈子 现在说的是一般情况 有些运气好的这个女官啊 也有更好的出路 工作年线没到就被皇帝看上了 那就留在宫里给皇上当嫔妃 如果上辈子积了大德 运气爆棚 就有可能当皇后 你比如唐宿宗的吴皇后 唐穆宗的萧皇后 伪皇后 都是女官出身 后来被皇上看中 破格呢就提拔成了皇后 女官这事啊 这个咱们就基本讲完了 听了今儿的故事呢 咱们都应该知道 这女官呢跟选嫔妃不一样 不看外表 看她是德行 一开始说的那个视频里的姑娘 这外表呢 确实符合女官的标准 但这德行呢实在不打地 现在虽然不讲三从四德 这套束缚女性的东西 但是基本道德你得有 别一进门摆个臭两张上 好好说话 下次再有人冲你这么叫唤 你就跟他说 我小时候被狗咬怕了 有事说事 别嚷嚷 好了 关于女官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寻讲堂 APP公众号 或者YouTube上 收看寻记慢聊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大家